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面一个词组 叫做close by close by叫做在什么什么的旁边 那么大家注意这个词讲了很多遍 by 它做连接的时候的作用就是 在什么什么旁边 比如说 This is Tom's house, mine is quite close by 这是汤姆的家 我的呢,非常靠近他 就在他旁边 那么这种表达一出来呢 不好意思,打了个歌 这种表达一出来呢 可以迅速地让别人看出来你语言的功利 你看听起来就很地道 大家感受一下 This is Tom's house, mine is quite close by 你要是我们以前来说那些表达中式英语的 你在某某某旁边 很多人只会他妈这个 Next to 你听一下 This is Tom's house, mine is next to his 发音又猥琐 Mine is next to his Next to Mine is next to his 他的 Next to his也是 next to his house 直接用his 那么大家会发现 这种表达听起来就没有这个 Mine is quite close by 地道 对不对 所以大家体会一下这个by在旁边 就比如说我一直跟你们讲的 跟别人表达不要怕 Don't be afraid I will always stand by you no matter what happen 不管发生什么 No matter when, no matter how I will always stand by you Stand by you 就在你旁边 站在你旁边 我会在你左右 对吧 I will always stand by you 就很地道 I will always follow you 我会永远跟着你 把个鬼片一样 晚上我走你也跟着后面 I will always follow you 不是 You are such a fucking zombie 别人会骂你生气起来 你简直就是一个zombie 什么意思啊 僵尸 Stand by Stand 学会了 Bye 好 体会一下 继续 我们往下看 不行不行 脏音还是太大了 闷死我吧 各位 我一个他妈的开了窗 透了一会儿气 实在想开了窗路客 太热了 我们这个区域啊 装不了空调 现在已经是夏天啊 所以实在是 我上次在这里路客 不中暑过一次吗 今天回来 进来路了一会儿之后 感觉整个人是懵的 然后开了一会儿窗 透了一会儿气 但是外面总是有噪音 我就怕这个会影响你们 所以我还是把它关了 所以待会儿如果我 路客路到一半 躺下来被抬出去了 记得送我一面国旗 把我盖上啊 好 我们来看下面一个端语 close to 接近靠近 又来了啊 刚刚close 刚刚这个close by 跟stand by 是在你旁边 很温暖 而这个就是纯粹 代表方位了 close to 靠近什么什么 接近于什么什么 来看 the world's three three啊 sorry 这里忘记说一句了 那么这里无论是close by 还是这里的close to 大家没有发现一个规律 它都是做形容词用的 你看 be close to 大家注意close做动词 叫关闭 那么be closed 那叫被关上了 而这个close 做形容词的意思 叫靠近 所以be close by be close to 叫靠近的意思 包括这个close to 也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它前面一定有个be 你看 be close to 靠近什么 看句子 the world's three top central bankers 全世界最大的三大 top central bankers 中央银行的行长们 bankers Greenspin 美国 Greenspin 管他是谁 他都他三个人 are all close to the top of the alphabet 他们呢 都非常接近于字母表的最上面 top 讲过alphabet alphabet是字母表 也就是那篇文章 讨论人的名字 他的字母 他的首字母 是不是靠前的人 更容易成功 因为更容易点名 被先点到排名排的前面 哪怕开会列一个名单 名字字母排序下来 我诸位都是在最后一名的 没有人关注我 那么前面的人 会有人关注 所以会发现 全世界精英人群 绝大多数都排在字母表的前一半 the first half 或者the top half 所以这句话还是这么说的 全世界三个最优秀的中央银行行长 他们呢 都在字母表的前面 名字 你看Greenspin 字母G开头 Dusenberg D H 你看 Haiami Haiami 或者叫Haiami H 开头 不用管他 好 你看后面 Even if one of them really uses Japanese characters 这里面一看 这个名字 他们就是日本人 对不对 Even if one of them really uses Japanese characters 即使当中有一个人 真正用的是日本的名字 Japanese characters 字母 character 那么即使用日语发音 你看也是H在前面 所以大家会发现 他的意思就是想证明吧 这个果然排名 前面的人更容易成功 好像 当然了 我觉得这东西 恰巧适合西方 你在西方可能有这样的规律性 但在中国我们的哲学文化是低调 往后藏 所以名字靠后的人 对吧 那些Z开头的 反而还不错 对吧 在后面没有人管我嘛 那我都说了 就这么没人管啊 我小学的时候 第一次考试 我妈说全班倒数第一 我去 就没办法了 所以没人管我 没人管我 放养 放养自己来 也挺好 所以不要去被这些东西洗脑 但是做阅读理解的时候 就要被洗脑 你不服 他就弄死你 因为阅读理解考的 不是你在想什么 而是文章的作者 他在想什么 所以阅读理解本质上考的是服从 而不是个性 听懂了吗 所以各位记住 这是一篇阅读的观点 好 come into being 形成 产生 come into being 我们来看 before the calculator came into being 那个being 本来就存在的意思 对吧 他做名词 比如人类叫human being human being 叫人类 没错吧 那么before the calculator came into being 在计算机到来之前 你看calculator 这些动词calculate 计算 对吧 calculate 计算 calculator 叫计算机 before the calculator came into being an apicus was the major means for the chinese people to calculate apicus 是什么意思 算盘 算盘 这个算盘 was the major means for the chinese people to calculate 这个算盘是 major means 是最主要的途径和方法 for the chinese people to calculate 对于中国人计算 算盘 是最主要的一种方式和方法 means 又来了 再说一遍 means 做复述 专门指什么 方式方法 所以有了端语叫 by all means 叫无论如何 不管怎么样 不管通过什么方法 那么还有一个端语叫 by no means 这两个正好是一堆反译词 by all means 叫无论怎样都要 解决问题 by no means 叫无论怎样都不 所以下面翻译成 绝不 无论怎样都不 这个是无论怎样 都要解决问题 by all means 用所有的方法 本质上就是因为这个 means 等于方式方法 等于methods 所以大家注意这个词 was the major means for 很洋气 是中国人计算的 最主要的方法 apicus apicus叫算盘 apicus叫算盘的意思 apicus 好 继续往下走 come or go into effect come or go into effect 来了 effect叫效果 所以这个词叫实施 让它产生效果 简单 the new law will come into effect in october 什么意思啊 十月份新法律 就会实施生效 所以叫come into effect 也就等于 will be valid 对不对 会生效 会有用 我们讲过valid 叫有效的 有用的 无效的叫invalid 会被实施的意思 那么如果实施之后 发现没有什么效果 或者是地面的实施不到位 然后就会有一个另外的词 你不服 我就强制执行 叫inforce 关注一下 这个词叫强制执行 强制推进 但你看到强制 是因为有force在里面 也不要认为这个词是一个否定词 因为法律就是严肃的 它有些东西就得强制执行 比如欠债你不还 对吧 那我法律 可以向法庭申请强制执行 那么inforce 就叫做强制实施 强制执行 理解了 come into effect go into effect 都叫做实施执行 好的 我们来看接下来的这个短语 come into use 那么大家会发现 前面我们的come into 反复出现了好几个短语 那么所有的这些come into的含义 都是由最后这个词 来做主导的 比如说come into effect 或者go into effect 叫产生效果 实施 也就是 因为实施就是让它产生效果 发挥作用 再比如说前面这个 我们这会儿这个come into use 也是一个道理 开始被使用 就是因为出现了use 好 我们来看这个句子 some of the biggest developments will be in medicine 一些重大的进步 将会在医学领域发生 你看在medicine 医药方面会产生什么 including an extended life expectancy 来各位看 什么叫life expectancy 那么这个词当中 有一个大家都认识的动词 叫expect expect叫期待期望 于是有了expectancy life expectancy 叫生命的期待 也就是生命到底能活多长 也就是寿命 所以寿命怎么表达 叫life expectancy 那么前面加了一个extended extended什么意思 延伸延长 因为前缀ex等于out 往外 所以extended叫扩张的意思 所以叫生命到底能扩多长 那么我一直推荐一本书 叫人类简史的英文版 注意了啊 那么人类简史的英文版 也在书中大胆预测 人类大概在2030到2050年之间 人类的寿命可以扩张到200到300岁 甚至人类不死这个概念都会成为终极目标 就是因为基因的技术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当然了 里面有句话非常精彩 那个时候人就不是人了 它是一种全新的物种 这句话就厉害了 很恐怖 各位你想想看 因为它要用基因技术 各种科技来改造你 还是人类吗 很可能创造出的是一种 全新的杂交的新的物种 所以天天都害怕各位啊 所以到底人类在干嘛 那么extended life expectancy 叫做寿命 延长了寿命 所以叫重大的发展 会在医药医学领域发生 包括人类寿命的延长 extend叫扩张 所以叫人类寿命的延长 或者翻译成人可以活得更久 and dozens of artificial organs 也会有大量的 dozens dozen叫一打 a dozen of beers 我要一打一打啤酒 那就十二瓶 a dozen 对吧 那么dozens of 就等于lots of a lot of 许许多多的人工器官 artificial organs artificial 人工的器官 对吧 我讲过人工智能 AI 叫artificial I叫intelligence 智慧 artificial 叫人工的 所以artificial organs 叫人工器官 包括大量的人工器官的使用 干嘛 coming into use 这里的coming 叫ing了 在修饰前面的人工器官 也就是dozens of artificial organs which come into use 会使用 会进入 开始被使用 所以叫coming into use between now and 2040 在2040年 它也会 在现在和2040年之间 也就直接可以翻译成什么 2040年之前 会投入使用 所以他注意 这个coming into use 就出现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端语 come or draw to a close 又来了 这里的close 做名词 叫终点 注意了啊 close最后 做名词 可以叫终点 我们再说一遍 close做动词 叫关闭 做使用词 叫接近靠近 所以叫close friend 叫亲密的朋友 对不对 close做名词 叫终点 结束 那么come to a close 或者draw to a close 叫临终 也就是come to an end 到达终点的意思 结束的意思 再看 the cold winter has finally drawn to a close 寒冷的冬季 最终要结束了 终于要结束了 叫draw to a close 这里用完成时 已经 已经快要完成了 drawn to a close 不难 draw to a close come to a close 注意这个动词的使用 draw 他经常会用 在我们讲字母地的时候 会对这个动词进行解读 draw 他的不要看的draw 就是画画 考试当中draw 很少考画画 draw有很多意思 但他最主要的感觉 就是相当于一个动词 叫do 做的意思 所以他不会发生太多作用 得出 他可以这么去理解 比如说 得出结论叫 draw a conclusion draw a conclusion 把我拉回来 就draw me back 你看 draw me back 所以这个draw 有时候你都没法翻 还好有后面 你看结论 回去 也都能理解这些词组 draw me back 叫把我拉回去 那么draw to a close 还不是因为有close 叫终结 好 我们接着看这个词组 叫come to life 那么life 神秘 come to life 回归了生命当中 那叫苏醒 the wanted the wanted came to life again wanted 大家可以看这个want 本来做动词叫受伤 一般更多指枪伤 对不对 那么wanted 形容词 一地 加the 大家应该知道 形容词前面加the 变成名词指人 比如说the rich 富人 the poor 穷人 the wealthy 富人 因为wealth 叫财富 所以当出现 这种表达的时候 各位请记住 它多半变成了一个人 那么叫做有钱人 那么这里的the wanted 它的意思叫做伤员 受伤者 对不对 而且加的是一地嘛 被动 肯定是被别人打伤的人 所以叫伤者 同样的道理 比如说the oppressed 大家就要立马反应过来 这个叫做什么 被压迫者 对不对 被压迫者 那么它的反译词 是哪个 被压迫者的反面 不是统治阶级吗 叫ruler 统治者叫ruler 被压迫者叫the oppressed 所以这句话 简单 the wanted came to life again 伤员 苏醒了 那么这里的life 基于它的词有很多 比如说余生 结后余生 或者死后 有部电影 叫after life 看名字就很惊悚 看到没有 这部电影 伟哥看过 叫after life 它叫身后 也就是死了之后 一个人死了之后 突然在他身上 发生了一些事情 你说伟哥死了之后 还能发生一些事情 我可可以鞭尸啊 在他身上发生了 很多被动的事情 我不剧透 自己看 after life 到底是拍什么的 好 往下看 come to light 一样的 这次呢 刚刚是 重新回归生命 命又回来了 所以叫苏醒 那这次 走到灯光底下 come to light 那么它的意思叫做 暴露 成为人人皆知的 你看这样的意思 因为它走到灯光底下 你不就被看清楚了吗 所以它的意思叫暴露 那么我们看整个句子叫 their secret came to light 它们的秘密 来到了灯光之下 什么意思 它们的秘密暴露了 人人皆知 简单 过 好 继续往下走 come true 这个短语不认识 绝对 那么绝必要脱去就鞭尸 叫实现 达到 make my dream come true 永远是这么说的 那么 you are the lucky inheritor of a dream come true lucky inheritor inherit 叫继承 那么inheritor 叫继承者 you are the lucky inheritor 你是一个幸运的继承者 然后呢 of a dream come true 你说我一个 of后面不是根名词吗 of后面不是根名词 a dream a dream come true 不是一个句子吗 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了 如果a dream come true 是一个句子 那这里的come 你说应该叫s a dream comes true 才叫做实现 所以各位来看清楚 这里的come 那根本就不是一个动词 位于动词 它一定是修饰前面的dream的 突然想明白了 come的分词 come can come come的分词就是原型come 所以这里是分词完成 叫梦想已经实现了 所以叫已经实现的梦想 a dream come true 这里的come是分词 做好笔记 所以叫你是已经实现的梦想的幸运继承者 那字面含义一理解 就什么意思啊 有一个梦已经变成了现实 你很幸运 生下来就是继承者 也就是你 生下来 像谢尔顿一样 老爷子就送了他几亿的股权 后来又扩张到几十亿 这就叫做 you're the lucky inheritor of a dream come true 所以 为什么我要努力奋斗 我希望我女儿变成一个 lucky inheritor 当然他继承的应该不是我们的material 我希望他继承的更多是一种东西 叫做confidence 或者说 the rights of making choice 做选择的权利 the rights of making choice by himself or by herself 通过你自己 通过他自己做选择的权利 我觉得人最大的幸福感 来自于可以做选择 你们觉得是不是这样 人最苦的阶段在哪里 还没有能力做选择的时候 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的努力 都是为了让有一天 我们有选择的能力 难道不是这样吗 所以这句话 you're the lucky inheritor of a dream come true 简单 过 commit a crime 来 做笔记 commit 这个动词 在恋恋有词当中 我也反复强调过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词 首先 他考试经常考的端语叫 全身心做模式 一般有两种考法 一个叫commit oneself to 叫全身心做模式 第二种被动 叫be committed be committed to 都叫做全身心投入做模式 commit oneself to 或者be committed to 都叫做全身心投入做模式 这是他的两个正能量用法 那么这里的commit 此刻的用法 可以换成两个词 一个叫devote 一个叫dedicate 都叫做全身心投入 比如说devote oneself to 或者be devoted to 那dedicate也是一样的 听懂了吧 所以这是他的第一个 比较常用的用法 那么除此之外 commit最容易被忽视的 一个用法 就是这个 commit后面直接加名词 叫犯 做错 比如说commit a wrong thing commit a mistake 叫犯错 commit a crime 犯罪 听懂了吧 所以这是很酷的 否则大家以前说犯罪 犯用哪个词呢 用do do crime 那就乖乖的了 背下来 commit a crime 犯罪 来我们看句子 most theories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来juvenile delinquency 叫青少年犯罪 这种词在考场里 应该一眼看出来 juvenile 记一下 J开头 没几个像样的词 那么这个juvenile 叫青少年的 它来自于词根juvie 写音诸位 像当年我也年轻过 juvenile 青少年 青年 delinquency 这个前罪 d 代表的是向下 所以juvenile delinquency 叫青少年犯罪 他没有用一个词 叫crime 他认为这个词 太重了 所以他用了一个词 叫delinquency 哎呦 我去 妈的 脚撞到了这块铁上 哎 好痛啊 妈的 这辈子 真是 陆克的时候 什么情况都见过 以前在一块板上 掉下去过 现在是撞到这个铁上 哇 好痛 你们知道那种感觉吗 就突然 砰撞一下 痛一会儿 第一下特别痛 那么delinquency 这个d 代表的是向下 那么 那么就是 失足的意识 这里 那么根据这个d的前缀 也能看到情感 他指的是青少年失足了 就是犯了一个错 但是不是不可逆的 所以他不希望用juvenile crime 太重了 他用juvenile delinquency Most theories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很多青少年犯罪的理论 have focused on children from disadvantaged families 很多青少年犯罪的理论 干嘛 focus on 他专注于children from disadvantaged families 他们关注的都是那些来自于不良家庭的孩子 你看 也就是很多比较差的家庭的孩子 他们认为更容易出现青少年犯罪 所以 所有的青少年犯罪的理论 都专注在children 叫focus on children from disadvantaged families disadvantaged 一看就知道 这个前缀dis 所以不需要那么多单词量 前缀决定单词的方向和性感 我说了无数遍 前缀比词根还要重要 那么 更多关于青少年犯罪的理论 都专注在那些不良家庭的孩子的身上 ignoring the fact that 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 这里的that相当于一个破折号 因为ignoring the fact 忽视了一个事实 什么事实啊 that后面这个句子就是事实 所以后面这个句子是对前面的展开 于是这个that相当于一个破折号 这就是同位与从句 什么叫同位与 前后是同样的东西 而不是互相补充和修饰的 记住了啊 所以ignoring the fact that 忽视了一个什么事实啊 children from wealthy homes also commit crimes 那些来自于富裕家庭的孩子 也依然会犯罪 看到没有 所以犯罪跟家庭条件好坏 没有必然关系 我们顶多可以得出 家庭教育如果不好的孩子 犯罪率会容易更高一些 而现在很多家庭的孩子 越是有钱家庭有势家庭 越是会更重视孩子的教育 这就是现实 你不爱听 韦哥也得告诉你 社会什么时候才能进步 就是当社会媒体比较宽容的 把一些社会上最肮脏的事情 报道出来的时候 社会才能进步 大家永远不要认为 媒体的责任就是 描述美好粉饰太平 那种让人活在幻觉里 发现现实根本不是这样 这种撕裂感可以让人绝望 而真正把暴力 把问题拍出来之后 人才会反省 因为看到之后才发现 我去原来这东西这么不靠谱 比如当年没有那一句 我爸爸叫李刚 中国的官员是不会收敛的 现在你看还有几个人会出来 我爸是什么什么局长 那就绝逼傻逼了 听懂了啊 所以更多人在那一刻 说出这句话的原因是什么 是恐惧 是无力感 他无力的时候 他不知道还有什么自己 他只能通过这句话来挡 就是这样的啊 所以各位看完这句话 理解我所说的意思了吗 所以这句话 我们一起来体会一下啊 好 整个句子我们读一遍 Most theories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have focused on children from disadvantaged families ignoring the fact that children from wealthy homes also commit crimes 好 Commit suicide 同样的道理 自杀 你看 自杀叫suicide 那commit 犯错了 因为英文 西方 西方基督教义国家 那么在基督教义当中 自杀是一种犯罪 你的身体是谁给你的 上帝啊 所以你自杀就是犯罪了 commit suicide 看句子 she committed suicide after her boyfriend discarded her 看到没有 他自杀了 after her boyfriend discarded her 在他的男朋友抛系当之后 他自杀了 discard 对于这类人 我想说你要死多元 死多元 我说话不客气的 把自己的生命 建立在别人的生活 身上 只能证明什么 你一无是出 一无所有 所以人不要说找到 能不能找到好的另一半 就算你找到好的另一半了 请记住 永远要有自己的事业 要有自己的爱好 永远不要因为任何人 哪怕这个人让你爱得死去活来 不要因为他迷失自己 永远要强调 我自己的爱好是什么 我的时间必须有一个断属于我自己 大家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相信我 你永远会很被动 一定是这样 我跟我太太 从来不会因为我们两个字的这个 我们情感很好 也不会因为我们 我们任何这种情感方面的默契 去选择把我们自己的一些爱好丢掉 从来没有 他自己会定期每周几次去 学他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也一样 大家一定一定一定 一定记住这句话 千万不要干出这种傻事 我看到有些男生更加狠 女朋友要死要活 跪在宿舍楼下 去跳楼 还要去去跳江 你到底想干嘛 这是要死死缘一点 你女朋友很快就会忘记你的 你不要这样作践自己 好不好 来我们读 she committed suicide after her boyfriend discarded her 她选择自杀 在她男朋友抛弃她之后 这里的discard 不要背成不是卡片 discard这里的card 是因为它来自于词根 core 心 心 dis dis讲了多少遍 不是not dis这个前缀的意思等于什么 讲了多少遍 分离分开 分离分开 所以discard叫做 把卡片分开吗 不是它叫抛弃的意思 discard叫做抛弃 丢弃的意思 记住了 所以把心都扔了 心已经离开了 所以叫抛弃 she committed suicide after her boyfriend discarded her 好 再往下看 common to common 共同的 公共的 那么共同的什么东西呢 我们来看一个句子 if 当然common在这里肯定是使用词 叫be common to 我们来看 if you are part of the group which you are addressing 这句话我们前面是提到过的 不要因为恋恋有词当中有些句子出现过 就觉得 维哥这句我不用听了 别装逼 装逼被雷劈 我们更多是要干嘛 我们更多是要通过不同时间 出现同样的句子 关注的点不一样 比如这次我们关注的是这个词组 来不断的让各位对于这样一些 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句子 反复的去看 其实最大的提高就是潜移默化 不经意间反复反复把重点讲完了 所以请大家相信我们的专业性 我们在后台 我包括我的助手们 我们准备了大量的论证和素材 让这些信息反复出现 然后来反复的让各位不知不觉去提高 所以你只顾跟着我走就好了 首先你看这个词address 很多人肯定又忘了 address做名词叫地址 说动词呢 说动词呢 动词可以叫发表 解决 注意了 address可以叫发表 发表一个问题 发表一个演说 也可以叫解决 沟通等等 所以叫 if you are part of the group which you are addressing 如果你是你正在沟通的 addressing叫发表演讲沟通 这里的addressing等同于discussing 如果你正在谈话的这个团体 你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part 看到没有address可以叫发表演说 发表演讲 我再说一遍 还有一个叫解决问题 the problem need to be addressed 问题需要被解决 我再说一遍 the problem need to be the problem needs to be addressed 问题需要被立刻解决 自己记address 第一个发表演讲 第二解决 然后做名词才是地址 这里呢明显是发表演讲 如果你正在谈话的这个团体 你也是他们的一份子 if you are part of the group which you are addressing you will be in the position to know the experiences and the problems which are common to out of you 什么意思 you will be in the position 你就会处在一个位置当中 什么位置 to know the experiences and the problems 来了解到这些经验 和问题 which are common to out of you 对你们所有人 都普遍适用的 be common to 对你们都很寻常的 也就是 你就会了解你们 普遍需要面对的问题和经历 为什么 因为你是他们的一份子 感同身受了 所以聊天的时候 才有接地气的可能 你懂他们因为你也是他们的一份子 所以这句话先到这 sorry 这句话先到这 看到没有 第一个篇章就结束了 然后才是and 前半句 再来过一遍 if you are part of the group which you are addressing you will be in the position to know the experiences and the problems which are common to out of you and it will be appropriate for you 这对于你来说 会非常的合适 appropriate 干嘛 to make a passing remark about 来又学了一个牛逼的短语 make a passing remark about something 多洋气啊 这类短语要背下来的 这类短语因为用词简单 容易上手 passing 本来pass什么意思 经过 我们都学过路人 叫passerby 对吧 加一个短杠 passerby 复苏叫passersby s加在这 看到没有 pass本来就有经过的意思 make a passing remark about 就等于 by the way 顺便 顺便走过去 说一句 就是我在跟你 讲了 讲话的时候 你要去死啊 谁都不服就服你啊 这种感觉 就我突然 飘过去 说一句的感觉 所以小左 你对他们顺便提嘴 什么什么就很合适了 因为你是他们那一分子 本来就有天然的信任 所以叫 it will be appropriate for you to make a passing remark about 你顺便提嘴 什么事 the inedible contained food 比如说 这个食堂 餐厅的食物 真他妈 没法吃 inedible 别人说 会很不爽 对吧 别人跑到你公司的食堂里 来吃顿饭 骂了个屎一样 但如果你跟他们一起来 哇靠 今天他妈菜太难吃了 就还好 这就是人之常情 听懂了吗 就是别人来说我都不好 我他妈就很不爽 我们自己人说无所谓 我可以骂我的城市很烂 别人说你就会很不爽 能听懂吗 这样我们中国人国骂 没有问题 但一个老外在中国的土地上说话 即使他中文表达很好 你听到他冒中国话 带脏话在里面 你就很不爽 你想想看 你在食堂打菜 你在你大学的食堂 你觉得你大学食堂菜很烂 但是你一个老外跑来之后 我打菜的时候 中文很好 但是他带一些中国的表达 来骂 来做 a passing remark 你就很不爽 一个美国人说 你好 我是一个美国人 麻烦大妈给我打一份猪脚 不要他妈的脚毛 你就会说 他妈的是你说的 我说的好不好 他妈的不许说他妈的 他妈的 这说不了 这就叫做 it is appropriate for you to make a passing remark about the inedible contained food 来做出一些 怎样的评价 来评价这种 不可食用的 来这里有个形容词 叫edible 读一下 edible叫可食用的 爽口的 yummy 好吃 一般口语讲到yummy 就太棒了 delicious 对不对 我女儿每次吃完饭 yummy 就太好吃了 太丰盛了 等于delicious 那么这个叫做edible 好吃的 那inedible呢 不可食用的 就做出评价 评价什么 这个没法吃的 餐厅的饭菜 cantean 叫餐厅 cantean food 好 还有什么 or the chairman's notorious taste in ties 或者主席的 那个领带的品位 太他妈差了 一看就知道 这个notorious 叫臭名昭著的 本来 他叫做很恶心的 臭名昭著的 怎么来的呢 这个词 请看notorious 这个词根 no not 等于no 知道吗 这不是no 这不是不 不的意思 他做词根是 知道的意思 比如说 著名的 使用词 notable 对不对 notable 叫著名的 那有个动词 叫发现 察觉 名词叫通知 notice 你看就知道了 一通知不就知道了吗 notice 于是有了一个形容词 叫显而易见的 noticeable 叫可以知晓的 显而易见的 noticeable noticeable 那么notable 叫著名的 那么notorious 前面的no 是知道 关键是中间 有个tor tor不认识 看ter就认识了 这个叫坏的意思 对不对 你想想看 恐怖分子 terrorism terrorist 恐怖 对 比如说法律上 有个词叫酷刑 刑讯逼供 你看叫torture 叫torture 刑讯逼供 酷刑 torture 所以tor是坏的意思 于是这个词叫no 知道 你很有名气 大家都知道你 但是知道的都是你的什么 恶名 坏名 tor 后面的ious 本来就代表 思想 看法 意识 比如说conscious 对不对 所以这样 我们如果你去讨论一下 食堂的餐厅 inegible canteen food or the chairman's notorious taste 品味 用这个词taste 你品味太差了 you've got a bad taste notorious taste entice 领带品味太差了 这些事情评价就无所谓 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不就聊这个吗 还能聊什么 这里有个表达叫 it will be appropriate for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你看 处处是短语 大家终究会明白 伟哥为什么要开 词组贝多芬这门课 这门课跟四级六级考研 根本就没有关系 这门课 就是让你们不知不觉的去发现 英语终究是由词组组成的 你看整个句子里全是词组 包括这个interposition 难道不是一个词组吗 对吧 所以大家看 你一定要对这些东西 都得都得去清楚和了解 那么慢慢你就会发现 这门课我还是要再强调 你把它当成茶余饭后 听一听就好了 就每天不要把它当个事 就每天三十分钟 睡觉前听一下 你一百天也能听完三个月 你听两遍考前也可以 你睡前三十分钟以前 就是在被子里抠脚 或者抠完之后纹 或者用手做别的事 你现在就戴个耳机听 反复看反复听 一定会好很多 加油 好的 二十分钟 闭吹 优优独播剧场 一丁 只边 争 很多 或 Resources 入理